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中洛亚报道 2024开年中南海传言四起 专家 众人坐等变天 近期与中共内斗有关的种种政治传言四起 分析人士认为 传言不管真假 人们传的动作在表达对习近平统治不满的民意 中共当局已走上绝路 人们都在坐等变天 从2023年12月18日开始 海外社媒体X上盛传中共前副总理刘鹤被抓 12月19日 X上再次盛传 现任中共总理李强 被袭打压 提出辞呈 12月29日 网络盛传 中共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和妻子曹珊叛逃美国 旅游法学家袁洪斌 今年1月3日在台湾自由时报头版发表文章称 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 以刘少奇之子刘元为核心的红二代群体达成政治共识 指责习上台10年彻底背叛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 倒退回文革时期路线 推动战事体制 准备发动台海战争等等 文章称 参与反习联署的红二代包括刘元 邓朴方 胡德平 陈元 马晓丽 罗点点 还有叶剑英 贺龙 徐向前的子女等等 包括薄一波的子女 厨余中的薄熙来之外 一批被习近平视为心腹的军中将领参与联署 习对火箭军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整肃就是证明 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谭 对大纪元表示 这些爆料很难求证真假 因为中共密室政治由来已久 若连军方将领都参与联署反习 那是不得了的大事 华裔学者李恒钦1月3日对大纪元分析说 各种传言不管真假 它实际上是反映民意 大家都在传 传的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社会心理的表现 代表着现在的老百姓 对政治生活不满 就是不满习近平的统治 这也正是习近平最担心的 李恒钦说 中国历史上 王朝末年都是一样 谣言满天飞 现在也是一个写照 他表示 中共统治的特点 就是不把老百姓当人看 早晚会激起名辩 中国政局 今年有可能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很可能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 比如说一个城管打死了一个小贩 把周围的老百姓给激怒了 你千万别激怒老百姓 习近平自己说的话 中国人是惹不起的 到那个时候可能就上街了 恰恰那地方是天安门 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表示 各种离奇的政治传闻出现 说明中共体制内现在人心惶惶 有一种强烈的末日心态 今天谁叛逃了 明天谁被抓了 党内高层纷纷留后路或者找出路 人们看清楚时局 现在就坐等变天 各阶层人士现在都已经看清楚了 中共当局走的是一条绝路 而且已经走到了尽头 大家都在等着出事 他表示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各种政治传言不断地出现 还折射出党内暗斗非常激烈 从暗流汹涌 逐渐演变为图穷底线的公开化 比如说财新网一再触及到习近平的禁区 就是一个例证 胡舒立及其创办的财新传媒 近期已因挑战当局被连续删文 年播财新刊发的《2023》中 有一别文章被删的同时 胡舒立微博也被清空 唐靖远认为 习近平当局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 经常出而反而 瞬间可以变脸 导致他执政的信誉已经彻底破产 无论是对国际国内的人士来说都是一样 唐靖远分析说 习近平虽然已经出台了几乎所有能用的刺激措施 但整个经济依然毫无起色 他对火箭军等进行大清洗 还在不断地抓人 显示军队存在着重大的隐患 而且这种清洗已经蔓延到了军工系统 直接影响到习近平武力入侵台湾的计划 当局在外交上的危机更加严重 刚刚被接纳的阿根廷日前宣布退出金庄国家的机制 对习近平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唐靖远表示 今年中国有可能出现巨大的黑天鹅或者是灰犀牛事件 导致政局陷入动荡甚至是解体的状态之中 谢谢收听